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早安 今天是星期三 現在是早上的九點鐘 這是我們新的企劃 全台美食系列的第一集 今天要帶大家來彰化一日遊 來彰化吃美食啦 之後會陸續有全台灣各縣市的美食體驗影片 讓大家一起來品嘗 因為現在時間還很早 大部分的餐廳都還沒開始營業 所以我們就先帶大家來比較輕鬆的地方逛逛 這個小草可愛的地方 就是 楊舍鮮羊乳小牧場 小小的牧場因為面積不大 所以沒有規劃停車位 外頭馬路邊可以停車 但是能停的車位不多 要自己找找看 馬路比較窄 要盡量靠邊停 這樣才不會影響交通 大型的牧場不在這裡 因為是在比較偏僻的地方 而且沒有開放參觀 道路也狹小 所以特地在這裡 額外開設一個小型的牧場 讓大家可以參觀 體驗 娛樂使用 棒棒的 銷售區裡頭 有販賣新鮮的羊奶 羊乳片 冰淇淋 優格 還有羊娃娃 羊餐具 羊奶麵 和羊饅頭 可以提供參觀的民眾選擇購買 原本以為未羊區會有很濃的氣味 但是小小的牧場 是有在整理打掃的喔 不會有那種重口味的味道 空氣還蠻新鮮的 現在有很多小羊跑來跑去 很可愛 小朋友應該會很開心 這個好可愛呀 之後我們買了一包原味羊奶饅頭 裡頭有六顆 一盒羊奶麵100元 回家煮 還有一杯羊乳冰淇淋現場吃 一杯50元 冰淇淋的口感很滑順綿密 不會有很重的羊味 與牛奶冰淇淋相比 羊奶冰淇淋更細緻 因為羊奶中的脂肪顆粒更細 這有助於提供更滑順的口感 淡淡的羊奶味 很好吃 體驗餵羊的牧草分成小份的 是用勺子樁 20元 大份的用籃子樁 50元 我們選擇小份的勺子樁 20元的牧草 來體驗看看 牧場內讓遊客餵食的大部分 都是大概10個月左右的小羊 蠻適合小朋友餵食的 以前去過其他牧場 是體驗餵小羊和奶奶 使用奶瓶裝 這次餵牧場 不同的感覺 還蠻好玩的 因為今天是平日 目前也只有我們一組遊客 所以小羊通通圍繞在我們這邊 小羊吃得很滿足 我們也體驗得很開心 小小的牧場雖然不大 但是環境是乾淨的 這是一個不錯的快閃景點 餵完小羊 我們正準備離開 突然一隻小黑 按耐不住 控制不了自己的身體 從後面往他的女朋友背後抱了上去 真是令人害羞 餵完小羊換餵我們自己啦 彰化有名的銅牌美食之一 就是肉圓 彰化式肉圓更是大街小巷隨處可見 這次我們來到 已經在地飄香一家子的 大竹肉圓 店內的空間不算大 簡單且帶有歷史感 除了招牌的肉圓之外 還有湯品可以選擇 店家自製的香腸和碗粿也是非常的受歡迎 店家營業的時間也打上來供各位做參考 肉圓還能黑貓冷藏宅配 宅配到家之後呢 可以依照店家的說明烹調喔 肉圓起鍋後 老闆會先將大部分的油纖裂乾淨 看到肉圓Q彈滑嫩的樣子 感覺好像是在玩史萊姆 而且還可以搭配店家特製的香腸一起吃喔 肉圓上的醬料分別有 辣醬 醬油膏 蒜泥汁 和甜醬 四種多加 才對味 也可以依照個人喜歡的程度 添加喔 但是我覺得粉紅色的甜醬一定要加 這個醬才是肉圓的靈魂啊 肉圓一粒40元 外皮非常的Q彈 有點像起司拉絲的感覺 內餡有肉塊與足筍 小小的一顆吃完 讓人意猶未盡 還想再來第二粒 碗粿一粒40元 也是出乎意料的好吃 吃得到米漿的香氣 口感細緻滑嫩 醬汁也是和肉圓一樣的醬 非常好吃 而且中間的肉塊好大一塊 這口味我也非常的喜歡 湯類的部分有 骨肉湯50元 綜合湯 脆丸湯 蝦丸湯 菜頭湯 都是35元 還可以免費的加湯一次 最後一定要加上芹菜 這神來一筆 才能夠畫龍點睛啊 這次我們點了香腸兩根 綜合湯兩碗 肉圓和碗粿各一粒 有機會到彰化完 可以來吃吃這不一樣的肉圓 這間大竹肉圓可說是在地人很愛的老店 這銅板美食真的會讓人回味無窮 絕對滿足 大竹肉圓店 推薦給大家 吃完肉圓 現在大約五分飽 我們先到 彰化台塑 聲音健康優火館 散步逛逛 燃燒一下脂肪 這是全台唯一 好想兔的主題觀光工廠 免門票入人 還有餐廳 兒童遊戲區 通通都免費玩 今年台塑聲音 與好想兔合作 變成好想兔主題觀光工廠 額外巨無霸的洗髮精的外觀 也變成好想兔的可愛包裝 這容量應該可以洗好幾十年吧 超可愛又療癒的迎賓大道 好想兔的人物都出現啦 超可愛的布景階梯 真的會讓人想要爬樓梯好幾遍 館內有五大體驗區 以及豐富的互動小遊戲 園區裡面還有小朋友最愛的遊戲區 這巨無霸的彈珠台 應該可以讓小朋友玩到不想回家 在這裡可以看到很多相關的台塑產品 牆面上的簡介 也能看到與好想兔的可愛圖案 角落的互動拍照區 也可以和好想兔拍照合影 商店區也提供生活日用品 清潔用品 保養品 化妝品等等 讓我們可以邊逛邊購物 適用的洗手乳 洗起來味道很香 也可以讓手洗得很乾淨 洗完手之後 旁邊還有提供紙巾 讓各位擦拭 觀光工廠的產品相當的豐富多樣化 有健康保健類 美膚保養類 家居清潔類 以及一些生活用品 產品線很廣 現場部分的商品也有提供試用 自由女神的左手要拿一本書 右手要拿著 象徵自由的火把 所以她的口罩沒有戴好 那我就幫她戴好來 這樣就免於細菌的感染 就比較不會感冒囉 琳琅滿目的台塑聲音產品 家居生活 醫美以及健康保健等等 還有許多旗下的商品 在這裡也可以買得到 平常就有在使用 台塑集團商品的朋友們 也可以趁這個機會一次買齊 台塑生衣健康優惑館 介紹台塑的企業文化 也是全台首座擁有智慧健康體驗 以及透明化妝品製成的觀光工廠 製成參觀走廊 非常的乾淨 窗明激進 占地也非常的寬廣 隔著透明的玻璃 可以看到不少研發時期的器具 這邊的餐廳還有販賣冷凍的 台塑牛小排 一塊是700元 可以讓民眾帶回家自己烹調 台塑生衣健康優惑館 裡面的空間以及休息區都很舒服 冷氣也很涼爽 不用門票可以免費參觀 適合全家大小一同來遊玩 逛完觀光工廠 這時候肚子又餓了 我們來到彰化有名的鵝仔人肉燥控肉飯 店家的門牌真的超級大 遊餐一定不會送送信 彰化市的控肉飯就跟家裡市的火雞肉飯一樣 都是在地民眾的日常美食小吃 店內裝潢是走古早味懷舊風 有許多以前台灣電影的元素 是間有特色裝潢的美食餐廳 用餐環境比起其他家的控肉飯店家舒適許多 也有开冷气 总共有两楼 一楼是点餐区 还有少许的用餐区 洗手间也在一楼 二楼就是用餐区 空间比较大一点 东西好吃 营业时间也长 也很适合前来旅游的朋友们 海面上有许多常见的菜色 蔬菜 豆干 炒蛋 白菜卤 花椰菜 豆芽菜等等 内容一定要来一碗控肉饭 额外可以再点一些自己喜欢的小菜搭配 也可以请店员帮忙挑选肥肉 瘦肉各半的部位 或是可以依照个人的喜好 挑瘦一点 或者是挑肥一点的 我们点了一碗控肉饭 65元 点的部位为半肥半瘦 卤汁卤得相当入味 肉质细致软烂 所以一定要使用竹签 将肥肉和瘦肉串起来 这样卤到软烂时 肥肉和瘦肉才不会分离 瘦肉的部分可以咬得轻松 肥肉吃起来也不会有油腻感 五粉青柯汤一碗85元 没有裹粉的原味鲜柯 很鲜甜 分量很多 还很大颗 这一餐我们点了空心菜 白菜卤 猪耳朵 荷包蛋 菜脯蛋 虱目鱼肚 控肉饭 还有五粉鲜柯汤 用完餐后 需要自行将餐具摆放到回收区 吃得很满足 现在大约8分饱 还有空间 等等再继续吃 为了让肚子里面的美食烧化一下 我们来到了 彰化孔庙罐罐 希望能够变聪明 彰化孔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古迹 当时是为了纪念儒家学术的创始人 孔子而兴建的 孔庙建筑风格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特色 包括典型的中国宫殿式的建筑 琉璃瓦 木雕 石棵等元素 庙内与孔子像 十二者像 与儒家有关的文物 彰化孔庙是传统的儒家学术和宗教中心 每年都会举办多种祭典和文化活动 包括孔子诞成纪念日 祭孔大典 书法比赛 和仪式等 这些活动都吸引了来自全台湾 和其他地区的游客 孔庙是一个具有悠久的历史 和文化价值的地方 吸引人们前来参观 也是台湾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 我们在孔庙大约停留了十分钟 走着走着 肚子又开始饿了 继续寻找下一家美食 我们想买一些伴手礼回家 来到了大圆麻吉 店家隐藏在彰化市城华庙内 很窄的巷子里 我们买了综合口味 里头有 招牌瘦肉 花生 红豆 一盒都是20颗 220元 最特别的是鞋麻吉 外皮是用糯米磨成浆来制作的 再包入瘦肉 竹笋 红萝卜等食材做成内馅 整体口感很有层次 大圆麻吉是不少人会买来送礼的好选择 买完伴手礼 刚好是吃下午茶的时间 找到一家豆花店 叫做大都贵冰城 走到店里 还有养小宠物 龙里的小鸟看到我们就一直叫 鱼缸里还有可爱的鱼儿游来游去 看了一下菜单 我们点了一碗综合的豆浆豆花 60元 可以任选四种配料 我们选了 汤圆 雪耳 艺人 还有芋圆 店内的豆花是以非基因改良的黄豆制成 所以味道非常浓郁 好吃的豆花 推荐给大家 吃完豆花 找到了我们的口袋名单 肉包名 这家包子店更是彰化在地超人气的包子专卖店 很多彰化人更是推荐肉包名 听说不会输给陆港的老龙师肉包 彰化肉包名只有卖一种口味的包子 就是香菇肉包 另外还有卖烧麦还有馒头 听说他们的馒头也很厉害 但是我们比较想吃包子 就没有买馒头了 我们买了香菇肉包一盒10个320元 有用纸盒装 肉包名的包子虽然蛮大一颗 外皮吃起来蓬酸Q弹 内馅就是猪肉 香菇和青葱 咬下一口里头很多吃 而且不会太肥腻 现场我们就吃了一颗 其他通通带回家吃 还不错 好吃 吃完包子 买了一杯有名的木瓜牛奶 60元 喝下一口 超滑顺好喝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平日彰化一日游 很感谢正在看影片的你们 希望能帮我按下订阅 开启小铃铛选择全部 按下赞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知识和鼓励 是我创作影片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一集见 谢谢大家 拜拜